MING PAO B кому就在一個美 cartoon上 哈囉我是V που今天在影片呢 要來跟你們分享這個 妝容 這個是我應該有,一兩個禮拜前 去參加活動的時候畫的 然後那個時候是因為剛買到vatrice 的商品 喔那應該不只有一兩個禮拜了耶 反正我有點忘記了 就是之前有PO在instagram上面的一個妝的照片 然後我畫這個妝大概有兩次 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剛好呢前兩天有觀眾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說想要看這個妝容 剛好又沒有拍成影片 還好我有把我那時候用的產品都記錄在我的instagram上面 所以呢今天就是嘗試著要把它畫出來跟你們分享 因為這禮拜真的是太熱太熱了 然後我現在又買了布景 想試試看然後架著燈 所以會變得非常熱 所以我還是開了冷氣 然後希望你們不要聽到就是很吵的聲音這樣子 還有就是我現在呢鼻音非常的重 跟聲音就是又壓了兩階吧 就是因為我這禮拜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過敏很嚴重 我已經連續吃了兩天的就是過敏的鼻子過敏的藥了 然後都還沒有完全的好 所以我現在就是有點沙啞 然後有一點 可是我不覺得自己感冒 因為我還蠻常就是這樣子過敏的 你們還是可以就看完今天的影片 就是伴隨著我的就是非常PO的聲音 如果你想要聽我平常正常好聽的聲音的話呢 可以看我的上一隻做菜的影片好嗎 好那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其實我已經很久很久沒有拍就是一邊化妝一邊講話的影片 就是比較偏教學的影片 最近的教學好像都是比較就是偏之後再配教學的聲音這樣子 就不是現場講話的 然後等一下沒有要出門 所以我妝前呢我就不上防曬了 那我今天底妝要用的是FITME的 用的色號呢是120 然後最近就是非常難過的發現 我原本啊都是用220跟120去做調和 才會比較符合我的膚色 然後最近呢非常非常難過的發現我經過一個冬天竟然 已經就是白成120了耶 就是我那時候上妝在調顏色的時候發現怎麼調都比我原本的膚色還要深 然後跟脖子的色差也蠻大的 所以我出了後來才很震驚的發現 天啊我已經經過一個冬天白成120了耶 如果你有看我上次的保養厚的話呢 就知道我有買FITME的粉餅跟FITME的遮瑕膏 所以我最近還蠻喜歡用這個組合的 我覺得FITME的粉底液我本來就還蠻喜歡的 它是一個我覺得中等的遮瑕度 然後上起來呢妝感不是說精緻到一個會讓你覺得很可怕 但是上起來呢我覺得妝感也是非常的漂亮 然後它修飾毛孔跟整體半霧面的那個質地我非常的喜歡 它一直以來我覺得都是一款就是會放在抽屜裡面 然後不知道那天要用什麼的時候拿它出來用幾乎不太會出錯的一款 因為有時候需要一個比較自然一點點妝感的粉底的時候 我也會拿它來用 然後如果想要遮瑕度稍微高一點點呢 其實我就可以搭配我自己的遮瑕膏 遮瑕膏呢就是我最近也是上次保養厚買的FITME的遮瑕膏 這一支我意外的很喜歡耶 我用的色號是15號 比我的膚色呢再亮一些些 所以我就是把它拿來當作是遮瑕跟提亮 它非常非常的好推開 幾乎是不會失手的遮瑕我覺得 然後它的妝感我覺得非常的漂亮 然後遮瑕度呢也還不錯 它算是我手頭裡面就是最不怕失手 然後也最不挑膚質狀況的一款遮瑕膏 等一下呢就要做定妝了 所以我直接先上眼皮打底 這一支是Urban Decay的Primer Potion 最近就是不知道為什麼過敏非常的也沒有到嚴重啦 但是就是一直都每天都在比賽的狀態然後都好不了 所以我這幾天本來就沒有想說要拍影片的 然後可是禮拜天剛好沒有什麼靈感 新要拍什麼新的影片 再加上又剛好有非常好心的觀眾呢 說要看這個妝容 所以我就乾脆今天就把它拍一拍 定妝呢我要用也是上次新買的FIT ME的蜜粉餅 然後這個色號呢 因為我那個時候的粉底液是220 所以我色號這個是挑220 不過我覺得這個上起來 因為我就是薄薄的用刷子上 所以它的顏色我覺得不會太深 然後我覺得妝感也是非常的好看 這一款是威豪大推的 然後壓在眼下呢 不會讓整體的粉感變得很重 但是上起來就是清霧感的那個妝感 我覺得很漂亮 就修飾皮膚的效果還蠻好的 Bronzer呢也是上一次彩妝後的時候買的 Catrice的020修容餅 然後我那個時候用呢 因為是搭配我那時候買的Catrice粉底液 然後那一款對我現在膚色來說 其實是有一點過深了 所以我那時候用這一款修容的時候 就覺得就是整個臉都看起來紅通通的很 沒有很好看 但我後來發現粉底如果用稍微白一點點的色號的話 用這一款就還OK了 還蠻自然的 雖然我還是覺得它是一款 蠻紅的Bronzer 就是比我平常喜歡用的TOOFACE啊 或者是City Color都還要再更紅一點我覺得 腮紅呢 等你借了我這一盤 NARS的六色腮紅 我最近還蠻喜歡用這個顏色的 所以帶一點點紫 但是蠻自然的粉色 然後它是霧面的 所以可以再疊 一點點珠光的腮紅 像是這個 這一盤我覺得非常非常的顯色 所以呢我都還會在手上稍微把它 剝掉一點點 之前我覺得房間 就是因為我跟後面門的距離蠻大的 所以如果我在前面打燈的話 後面的房間就看起來很暗 然後我覺得多墊一個布呢 看起來就是整體會比較亮一點點 但我不知道你們選不喜歡這樣子的感覺 然後因為我布又沒有辦法放太遠 所以其實我就覺得那個折痕還蠻困擾我的 然後之後應該會想要再去買 別的顏色或者是別的材質的布料 然後如果有妝容可以搭配的用途的話呢 也會比較方便一點 所以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你們覺得喜歡原本的背景 還是你喜歡乾淨的背景 然後打亮我要用這個Catrice的 也是它的礦物打亮餅 上在手上你會覺得它的亮粉感蠻重的 不過我覺得上在臉上是漂亮的質地 所以你們可以斟酌一下 你喜不喜歡這樣子的感覺 然後有時候 像比較重的眼妝的時候 會比較喜歡用冷掉一點點的打亮 我覺得整體的 不知道我覺得妝感會比較乾淨 好我剛剛呢就利用了相機休息的時間 把眉毛完成了 我最近在試Daisy的畫眉毛的方法 然後還在練習 所以跟以前畫眉毛的方法不太一樣 但我練習完了之後 再跟你們分享 好我們現在就來畫眼妝 淡粉色 反正我那天畫 這個HaloEye 是因為我真的很久很久沒有畫HaloEye了 然後那天看 好像是Sarah的Youtube影片吧 然後看完之後就覺得天啊 好想要再畫HaloEye喔 因為我曾經有一陣子 非常非常的喜歡 然後後來我就開始很熱愛看Christmas 所以我後來就比較爽畫了 現在 整個眼窩上面 上一個底色 通常我會暈到 幾乎是要到我自己的眉骨了 就是 凹陷在這邊 然後再往上一點點 這邊我都會稍微的暈到 就是會讓整體的 眼睛的範圍就大一點 然後呢 在 眼尾 的地方 還有 眼頭的地方 就是把中間稍微的留空 其實我現在畫很多眼妝 像這是Cup Chris的時候 我的眼窩色 也蠻多 都是這樣子的畫法 就是我習慣性會把 中間這一塊留空 就覺得接下來不管要畫什麼 都 比較方便 然後有一個顏色在上面 然後接下來呢 用 霧面的 像是乾燥玫瑰色 上在 前後 那它的範圍呢 可以比 剛剛的眼窩色再小一點 我覺得 Halo是一個 在一剛開始學歐美妝的時候 很好上手 但是又效果很好的一個畫法 欸我覺得 在台灣好像 畫Halo 還蠻 接受度還蠻大的 然後出去的時候也還蠻容易被注意到你的眼妝 然後不管畫什麼妝我覺得 嗯 少量多次都還蠻重要的 所以你們要拿捏自己的眼型 然後還有自己喜歡的濃度去做 慢慢堆加 真的顏色如果你一下子畫太多上去的話 很容易蓋過你原本的顏色 那就 就沒細長了 所以你就是用 小範圍的 然後輕輕的把它暈染開 如果覺得不夠的話 可以再去做堆加 這樣子調整 會比較好 兩邊堆加的差不多呢 你可以用魚粉 或是再沾一點點也可以 就是在眼窩的地方 輕輕把它連接起來 鏡子的話呢 你可以放比你的臉 再稍微低一點點 然後稍微 下巴抬高的 這樣子去看 這樣子眼睛就可以是 放鬆的 然後可以看到 你的眼窩的線條 那你就這樣輕輕的去做暈染 前後的顏色我會讓它比較重一點點 然後在眼窩這個連接的地方 只要有一些些就可以 就是不需要到像這樣子那麼重 現在再用這個 比較像是 莓果色調 比較亮一點點的眼 一樣用小支的刷具 然後再壓一點點 再眼頭跟眼尾 要記得你們在換顏色的時候 如果都是用同一支刷具的話 旁邊記得要背一個衛生紙 或者是清理的海綿 這樣你就可以 讓刷子都在一個比較乾淨的狀態下 再去換顏色 才不會讓你整個化好很漂亮的眼妝 最後變很髒 最後呢 可以再用比較鬆的刷子 稍微的暈過 我自己喜歡的Cut Chris呢 是 範圍 不會超過 眼睛大小的 我只有眼窩色會讓它 比較稍微塗出去 在快要到眉骨的地方 但是 比較收斂 比較深一點顏色 我都會放在 是壓在 就是自己的雙眼大小範圍內的 中間這個流控的地方呢 我們就是要上一個 比較淺 然後讓它對比性強烈的一個 提亮色嘛 所以這個顏色通常都會是珠光的 當然我覺得你也可以挑一個 呃 白皙一點的 霧面色做提亮 我覺得也是一個比較收斂一點點的 呃 Halo Eye的眼妝 然後呢 我那天用的是這一盤 Garden Fate of Mine 然後它裡面有非常非常多 呃 有大顆 亮片跟珠光的眼影 然後先用這一顆 應該是Garden Egg 看有清楚 這一盤 我們蠻容易飛粉的 所以在上的時候呢 力道要輕一點 用壓的上去 不然的話 我們剛上好的底妝就會掉滿 亮片 所以就是星星的 壓上去 差不多這樣子 這盤顏色真的非常非常的亮 如果你怕眼睛拋的話呢 你可以把亮片的範圍縮減在 大概到這裡 當我自己有時候喜歡呢 就是稍微的往上塗出一點點 接下來呢 可以再用手指頭一樣 沾這個第三個顏色 是Girlfriend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帶 呃 粉紫色 亮片的 白金色 就是有 類似像天光的一個感覺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出來 這個呢 我會把它壓在 靠近睫毛根部的地方 然後 它會跟 我剛剛一開始上的那個 顏色呢 呃 有一個對比的感覺 跟漸層 雖然兩個都是珠光色 可是因為這個 顏色它又更亮一點 所以就會讓你的 睫毛根部的這邊呢 是 更跳出來的 然後 連接到整個 珠光 看起來就會有一點不一樣的感覺 接下來呢 因為我剛剛都是用手指頭 所以 呃 你在上這個眼影的時候呢 範圍就會比較沒有那麼的精準 那我就可以再用一開始的 這個比較 呃 乾燥玫瑰色的顏色呢 沾一點點 然後在 這邊兩邊做修飾 把它有一點像是 往內推的感覺 所以它的 珠光範圍呢 就不會像現在這麼大 然後 看起來也會比較乾淨一點 好 那下眼影的部分呢 我用的是 呃 咖啡大力色調 那我用的是 SOLONE他們家的 這個 72號 跟 74號 比較 紅棕色系的顏色 沾一點 72號 上在整個 下眼影的地方 然後 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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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畫下眼影的時候呢 你的鏡子 一樣就是可以 稍微的往上 瞧一點點 這樣就會有一點 恩 感覺是俯瞰的 所以就不用一直這樣伸著 就是 稍微的放手 我覺得我自己不太適合 就是 暈太 過頭的 就是 暈太下面的眼影 所以我都會 盡量把它 縮在我自己的臥蠶範圍內 那74號的 收斂色 我就會用像這樣 比較小隻一點的 刷具呢 上在眼尾的地方 當然下眼影 你也可以 呃 比較簡單一點 你就跟上眼影 用一樣的顏色就可以了 但我有時候呢 就會想說 上眼影都已經 用同一個色調了 我會想說 再用一個比較 嗯 中性一點的 大地色系 就上在眼尾 這個三分之一 我現在呢 就是把 睫毛夾好 畫好之後 再回來 畫剩下的 好 睫毛都夾好了之後呢 現在 要用 Nyx的這一支 眼線膠筆 它是深咖啡色的 然後最近發現呢 就是它的顏色 嗯 夠深 但是 持久度也很好 然後就算是 上在內眼線呢 我覺得它的持妝度也非常好 所以我最近還蠻喜歡用它來填 睫毛的根部還有內眼線的部分 當然如果你不想要這麼有煙燻感的話 你也可以不要填下眼線的部分 那通常呢 畫眼妝的時候我都會打亮眼頭嘛 不過今天我覺得 我想要呢 我的重點是在我中間這一塊的珠光 所以眼頭呢 嗯 我就不想要再去做打亮了 這樣我覺得會搶走重點的地方 那眼線的部分呢 可以在眼尾的地方 拉一點點 線條出來 我覺得蠻好看的 這一支是 Megelin的掃精蓋 然後它是 特別的 好像是紀念版的包裝 好 這樣子呢 眼妝做完成了 菜我用的是 Catrice的這一支 五面唇膏 然後色號是050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很漂亮 有點像栗子 紅 然後帶一點點紫的那個感覺 嚇死我 我把他壓到一個痕跡了 有口臭嗎 NO 我剛好上一點護唇膏 所以因為看起來好像有一點點光澤 不過它本身呢 是全霧面的 然後呢 可以再用Catrice的這一支 唇線筆 修飾一下 其實它顏色呢 比這支唇膏再深一點點 然後 在兩邊 然後中間流空呢 可以讓 整體的那個唇型看起來 中間比較空潤一點 就是我那天 也是在YouTube上面學到的 也不會很明顯的 看出來 有兩個顏色 顏色在上面 但是又有一點點 呃 陰影 不一樣的感覺 以後呢 畫龍點睛 就是一樣用 剛剛 臉用的 這顆打亮呢 上在 眉骨還有春風的地方 這樣子妝容就完成了 其實還蠻秋冬感的啦 不過 我自己化妝本來就不太 管季節 所以 呃 我還蠻喜歡這樣子 紫紅色調的妝感 然後比較帶有一點煙燻的感覺 呃 比較適合晚上 或是有重要場合 有活動的時候 當然你們也可以自己斟酌 像是唇膏 你可以換成是 比較淺一點點的顏色 那看起來整體的 呃 煙燻感就不會這麼的重 那我那天的 呃 髮型呢 其實也沒有 知道多厲害 因為我本身 也不是很會整理頭髮 所以我就是 那個時候 就是把 髮尾全部都夾捲了之後呢 綁 低馬尾 然後這邊 抓了一撮 瀏海呢 一樣是用 一樣的方式 再把它捲了一次 所以 留一撮在前面 好像特別的明顯 不過就是 很簡單的 一般的 電捲棒的 捲法 所以我就 不示範給你們看了 因為我真的 不是特別的厲害 再一次的 就是原諒我今天的聲音 或聲音 還有大鼻音 還有 冷氣的聲音 如果你沒有聽到的話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頻道的話呢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下方的紅色訂閱鍵 或是旁邊的人頭 泡泡都可以訂閱我 那我在每週三每週日晚上 八點多 直新的影片 當然你可以訂閱我的Facebook 或是Instagram 我都會在上面分享很多 集市動態啊 生活 好吃好玩的 或者是我每天的妝容照片等等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